一只狮子正在猎杀一只野牛 对于狮子而言 野牛经常出现在它的食谱中 捕杀方式也是多种多样 而这只狮子在猎杀野牛的时候 会使出什么花招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通过视频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野牛的体型并不是很大 但是它在面对狮子的时候 却也比较顽强 并没有束手就擒 而且还能一直保持站立的姿态 反观狮子 它一直抱住野牛的头部 一边咬住野牛的嘴部和鼻子 不过姿态却有点狼狈 由于是单挑 再加上狮子本身并没有体型优势 采用这种捕杀方法 其实对于狮子而言 或许是最具有性价比的 虽然双方并没有激烈的打斗场面 但是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下去 对于野牛来说 无异于温水煮青蛙 它会慢慢的窒息而亡 输掉这场生死战 果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野牛渐渐体力不支 再加上一直被狮子咬住嘴鼻部位 呼吸困难 它彻底支撑不住倒下了 即使这样 狮子也没有放松警惕 反而一直坚持咬住野牛 结果自然不出意外 野牛悲催地成为了狮子盘中餐 其实狮子在面对野牛的时候 采用上面这种方式 实现捕杀目标的情况 时有发生 比如下面的视频中 四只狮子正在围猎一只体型硕大的野牛 它们分工比较明确 有的啃食野牛屁股 有的撕咬野牛嘴鼻 总之它们就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将野牛捕猎成功 通过视频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咬住野牛嘴鼻的那只狮子 非常具有毅力和顽强 即使冒着被野牛踩踏脱拽的风险 它也不松口 而此时的野牛 只有通过嚎叫来缓解疼痛 其实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 这只野牛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它敢上前迈出关键一步 而不是后撤 那它势必会震慑前面的那只狮子 说不准形势会迎来转机 可惜的是 我们看到的却是后退的步伐 这似乎就已经预示到了野牛的结局 最终在几只狮子的合围之下 野牛也慢慢的倒下 当然了 如果不是被咬住嘴鼻 那它也不会如此之快 到达生命的终点 对此 大家怎么看呢